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這次35集 我想這一集我出來都想 上個星期我們就很忙 忙很多事情搞 很重要的事情 停了一個星期 不過上個星期都沒有什麼新的 大家的焦點放在選舉上 還有真的沒有很多突破的新產品 今個星期也不同 今個星期我們也早一天 很多事情都讓了路 今天講什麼 我想大家看到 台面上一大台都知道 我們現在在開什麼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有些人都知道 連資沒有那麼久 不知道我們現在講什麼 都可以這樣講 不要講這些壞事 試完之後 今天 我也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因為我們5點半 Live 原本這個Live 我就想昨天做的 不過真的趕不及了 因為是新鮮滾越辣 拿到上手 昨天幾乎我想在尖沙咀現場 立即做的 但無論是器材或是準備上 我也想充足一點點 至少也試過一下 但壞消息就是 接下來我們下來 沒有 我們下來所講的 這個限定版的Walkman 已經故情了 我們說完之後 大家都好想買 都抱歉 沒有得買 有沒有第二天 什麼時候再有 不知道 我們有讀者 在我們Facebook 就留了言 只有五十部 我們問過官方 官方說不止 只有五十部真的少 官方說不止 我說多少 他又沒有說 你那次跟我說 有這個東西出 我都立即說想訂回一部 是啊 唱不了 我們唱不了 我手頭這部要還 所以大家就 下心思看一看 所以為何這麼快 今天就先做了 因為明天就要去玩 明天就要去玩 沒錯 我想先跟大家開箱 講了一部機 我們再講其他東西 因為幾乎都預備了幾多資料 跟大家講 我們手頭上就有兩個新的 昨天香港發佈的Sony Walkman 一部就是A-18的Walkman 40周年限定版 其實它會有兩個型號 一個就是A-18的限定版 另外一個就是普通版 但普通版就不叫A-18的 就叫A-105的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不適合顏色 就是Packing 都不同 不同的 就沒有這些Walkman 40周年 因為其實這個盒 這個盒 就是當年第一代Walkman出的盒 來的 嘩 我都未見過 外觀的顏色 深藍淺藍兩個color tone 加上Walkman的字 是第一代Walkman的盒 都是跟回的 對 跟回的 當然 尺寸不一樣 等一會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盒子的設計 這個盒子 是用回第一代Walkman 即是40年前的盒子 設計 玩了懷舊的感覺 對 你會看到Walkman的字 是有腳走的 現在我們看到Walkman的標誌 是有波波點的 所以就已經不同了 這個盒子都會複合 另外一部就是Z507 比較是中階 我想在Sony來說 就是在黑磚下面的中階 的Walkman 兩部機都是同步出的 其實有讀者都問 會不會有Z500 香港就叫507 我們都借回來 ZX507 去做這個開箱給大家看一看 好 我想大家專注在這個 知道做什麼先 大家都想看這格 一定是 這格最特別的地方 跟普通版的A105 分別就是包裝 首先 這個你會看到 是一個Walkman 40周年 打開後 其實就是你會看到 Walkman的本體 一部機 以及最特別的 就是有這個 復刻的 我想這個 這個就是以前的Walkman 對嗎 第一代Walkman 這部機的皮套 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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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先弄一下 看看皮套 那些Logo 這些 其實這部機 裡面還有一些 紀念品 譬如是一些 貼紙 如果大家 今早有行訂購 這部機 就會另外 有一件紀念品 送給你 那件紀念品 是什麼 是一個 Walkman 40周年的 一個圖緝 但那個圖緝 很特別的 它是做到 一柄 劇套帶這麼大 一本很小的書 而那個書 是用一個 契機盒 入住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其實那個我有 你又不拿過來 我忘記拿關機盒 我在我家 那個我是上次在日本的時候拿的 即是一個契機盒 跟這個也差不多 如果在香港訂購這部機 就會送到那一本 小小的圖緝 就是這樣 這部機 特別在 你 慢慢來 慢慢來 就是你把這部機 這部機 雖然說是一個 40周年的Walkman 限電板 最初有很多人知道 Sony會推出一個 40周年的時候 看一張照片 以為它是 真的覆黑了 整部Walkman 我一開始以為 真的要做一部Walkman 做一部Walkman 就馬上想著 買回契機盒 但實際上 就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 A18的40周年版 另一個特別的位置 就是背後 有40周年的Logo 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現在的 波波店的Walkman Logo 上面就是40周年 這個機身 其實比起 一個 電話 比起 一個 電話 一個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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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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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機身 我們等一會再講 這個 尺寸 其實是小過一柄 機身 不是1比1 或者不是拿回當年 那個Walkman的 尺寸 不是那個尺寸 是小了 那就是大家 拿回那個 我想拿回那個 電話 最主要 就不是把一部 舊的40周年前的Walkman 覆黑 真的 倒霧出來 不是倒霧 而這部機 你就會把那個 套放進去 就是有這個 Walkman的 感覺 你剛才看清楚 這裡 看到有一個透明洞嗎 是啊 是不是有些 古惑東西 古惑東西 我想大家可能 看片 也看過 就是 就像手機一樣 插的 這個就是 Walkman 那個 配列 那個介面 我給大家看看 對 這個就是大家會見到 Walkman Playlist的介面 有些少少反抗 好 好 當你選了歌的時候 我們隨便選一首 他就會播歌 播歌的時候 只要隔了幾秒鐘 他就會轉成錄音帶 真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影片是很像的 例如 你看到 首先 以前我們錄音帶 你那盒原裝帶 不算了 原裝帶 就是原裝帶 裡面已經有歌 我們叫做原裝帶 但我們以前 就是買一些 錄音帶 自己錄的 自己錄的時候 那盒帶 通常 上面 白色的位置 就是用來寫歌名 通常是貼紙 寫完之後 貼上去 看看你什麼帶 有些帶 就是貼紙寫完 貼上去 有些帶 就這樣原筆寫上去 這樣寫的 有點難搞 是啊 看你那些帶什麼 吸收 通常是貴價的 才有一張貼紙巾 貼紙是沒有貼紙的 是嗎 是的 現在這個位置 也是給你寫歌名 你會看到 現在播放歌的時候 那兩個轉軸是轉的 是不是 如果你Fast Forward 可能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可以轉的 你留意 我現在Fast Forward 看不看到 Rewind 看不看到 回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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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棒 就是向左向右轉 就是 做一個好像 劇設帶 去正常 好像一個劇設帶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為什麼現在轉了另一首歌 第二餅帶 為什麼呢 因為他轉了第二首歌 就是換了第二餅帶 去踢過第二首歌 為什麼會轉第二首歌 不過呢 因為在Sony來說 這個劇設電影 裡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有十幾個 錄音帶的樣子 當你那首歌 不同包的格式 例如你是AAC FRAC 或者是DSD 他就會出不同的電影 是的 當然 你那個 譬如你是一個DSD 或者Wave 就是越高解像度的時候 他出來的劇設電影 就是越高級的帶 譬如你現在看到 這首歌叫做Metal Master 是白色的 Metal Master 是當年應該是最高級的一隻鐵帶 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 當年我有玩的 這一類 我又不是玩這一隻 我只是玩一隻ES Gray 那時候買到四十幾元一頂 說的是 四十年前 說的是 不要說的是 四十年 四十周年 當年買一隻黑膠碟 都是四十元而已 是的 我們還要找個機器去錄 還有我們那時候 四十六的小賣 通常買六十的 就是很少買四十六的 四十六就是一個分鐘 如果大家沒有玩過錄音帶 四十六是一個分鐘的時間 這個就是電影 我們怎麼看呢 我想問一下 即是說 這個就是電影帶 是用File Tab去分類 是的 即是你那個歌本身是甚麼風格 他就會轉那個圖片 讓你去看 原來我是用一個不同的 你最差的那些 例如MPV 那你就會看到一隻紅色 即是當年最差的 六元頂 那你就知道怎樣玩了 其實Sony 你在官方網站 他會有一個清單給你看到 那十幾個Film是代表甚麼 當年代表甚麼大的 自己能不能加到Film 我想換Massel 不行 我當年也是用這些機器 有一個叫太陽電弓 有一個日本牌子 DAS的 老音帶 好像還有一些CD碟出 GD Massel 以前我們用Massel TDK DAS是比較少人用的 因為比較貴 而且是有型的 因為它的透明窗是三角 有滋音 我知道 我買不起 那時候很可惜 我們玩這些 Sony帶 那時候玩錄音帶 為甚麼我們會用不同的錄音帶 原因是 因為不同的錄音帶 它的磁性反應不一樣 譬如經過了磁頭之後 出來的聲音帶會有些不同 等於我們現在玩一些File 你用不同的錄音帶 可能是不同的壓縮比 或者是不同的清晰度 那當年玩錄音帶 都會有這個分別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 你用錢去換回來的 不同級數 不同的牌子 都有不同的特性 很正常的 玩錄音帶就有這些好玩 現在就沒有 基本上你都是一個數字的 那麼File的尺寸來分 你會給多些錢買更大的螢幕 多些錢 這個就是A18本身的特別地方 我們可以去到 那這部機的 等等 你剛才說的 吸收了之後 吸收了之後 轉的時候 你不就好像有錄音帶 真的好像以前 在轉的時候 當年錄音帶都是這樣的 就是在轉 當然第一代的Wattman 其實有錄音的功能 就是從內到外 都真的復刻了 對 這部東西 面子 底部 當然旁邊就不一樣 因為旁邊你會看到 那一部 現在這部Wattman的控制 有時候Wattman都是側邊按鍵 是很大的 機器是按鍵 旁邊的 對 對 對 說回這部A18 玩情意潔 玩得很盡 但是價錢上面 如果這個A18的限定版 和普通版的A105 其實價錢是拿1000元 1000元就是買情意潔和這個套 當然 你說普通版是不是這樣的 普通版其實也有這個劇情 只是沒有這個套 只不過沒有這個套 還有沒有這個 40年前的包裝盒 沒有那麼盡 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情懷 如果你說普通通買一部Wattman來聽聽 普通版其實便宜些 我覺得便宜些 但有沒有其他套 包裝的 沒有 普通應該要給錢買 只是不是一個Wattman的套 對 那這部機器本身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這次 基本上是屬於Sony下面的入門版的Wattman 它裡面內置的記憶體也不是很多 只有16GB RAM 為什麼這次 我會特別講一講這件事呢 原因就是 因為它這次的機器 改了一個正常的Android System 可以展示一下 CAM 這部機器是用一個正常不過的Android 9 System 那這個問題就是 它都算挺新的 用Android 9 其實很多DAP都未必去到Android 9 可能8已經很盡 市面上那些 可能是一萬多元的DAP 那它用Android 9的問題是什麼呢 Android 9 本身其實都幾大 因為它不是一個Taylor make 給MP3 其實這個Android 9 基本上是跟你用手機的 手機用的Android 9 一樣大 變成它的系統比較牙慰 譬如大家看到 這個系統都用了8GB 再加上你要加入一些 譬如Google 或者是你其他聽歌用的一些APP 加起來 其實你16GB都差不多 只剩下1、2GB 放十幾個High Rack 的歌都沒有 只是一隻碟 是的 你必須要靠裝這個 加這個記憶卡 這樣 變成大家用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因為過去舊版 如果你也是16GB 都可以的 都可以夠用的 這個16GB 你買回來的時候 幾乎就抄幾隻歌下去 那就算了 你就不是說有很多其他的用 即是他連聽歌的數量都會復刻賣 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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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 看你什麼解像 但有個好處 為何今次Sony會肯改用Android的系統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現在很多寸流的APP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聽歌都不只是抄襲 抄襲 很多時候都是靠你 我要 行行行行行行行 很多時候都是說 我都是要用 一個寸流的APP 例如Move 或者KK Boss Spotify 或者Title 這些寸流APP 你用寸流APP 就是 你真的需要是一個 Android System 會比較方便 就可以下載這些APP 進去 聽寸流 當然 這部機器是一個Wi-Fi版 如果你聽寸流 你要出街用的時候 你就要用 offline mode 即下載了 你才可以去聽 但起碼在信源上 你多了很多選擇 第二件事 其實它是Full Function 一個Android System 基本上 譬如YouTube 那些 其實它都有 看到的 都頗高興的 可以看一下片 不過你只是在街上 或者你坐車的時候 就未必能用得到 或者你要 找手機 Wi-Fi 或者出廣告 大家忍一忍 這個看片 行不行 我收貨的 但螢幕這麼小 全螢幕 好 看看效果如何 會不會 拆在那裡 拆在那裡 只在中間看 這樣看 看什麼 可以的 我自己覺得看片 雖然小小 但其實跟你的手機 不是相差很遠 畫面是很漂亮的 當然未必是很漂亮的 因為現在我們經過攝影機 欠缺一點 看鏡頭 可以的 當然 它這個畫面 是一個720p 即是盡的 不像手機一樣 去到1080 但你說 不是 我看一下電影 可以的 當然你首先預備一張記憶卡 但起碼 用途上 比以前更多 那第三樣 為什麼它要用Android 就是 如果你配合Sony自己的 配合Sony自己的耳機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其實 Sony是有很多現在的無線耳機 或者有線耳機 它們需要有一個 耳機APP 去做一個 Connect 以及去做一個 設定 所以 亦都是要用Android 如果不用Android 其實同廠的耳機 就設定不到 基本上它拿回手機的APP 來裝上那個 對 它現在就做到 所以在Android 下面就做多很多事情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用Android 會不會對音色有影響 因為有很多人 如果是高級的耳機 玩貴 都會有這些 擔心 會不會有很多 Detot noise 影響了 音質 當然你一進門機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 對 很高級的耳機 很高級的耳機 所以 在應用上 其實這部耳機是比較方便的 當然你說 有得必有失 第一就是剛才說的耳機體用量 第二就是 其實這部耳機比較小 內置電池 雖然正常用都可以 但如果你經常用的系統 就會去得很快 熱量呢 熱量就正常 我覺得不算特別熱 當然你不要說 既然可以裝東西 裝一隻遊戲去鎖 你真的不要了 但這些比較 我想 看影片 或者以聽歌為主的APP 這部耳機是絕對沒問題的 是的 這樣也挺好玩的 聲音方面 這部耳機是一個 這部耳機 也可以說一說 這部耳機 再說一說 這部耳機 這部耳機 跟著講的那部 ZX507 也是 這次改了用USB Type-C 如果大家有玩開Sony Wattman 都會知道 他一樣 挺鬧鬧的情況 就是他用專用頭 無論由很早期的Wattman 到去年出的Wattman 都是 有一個專用頭 一定要帶那條線 你不帶那條線 連電都差不多 這次全線轉了 用USB Type-C 找線上方便很多 這部耳機本身的耳機 是3.5mm 只有角度 只有3.5mm 沒有平衡 正常 作為一部耳門機 還有真是細部 這部耳機真是細部 手掌 手掌 尺寸 你可以玩一下 我也是剛剛看 對 對 接著說這部ZX507 507 我自己覺得 圓門正宗很多 這部耳機不是耳機 ZX300的後計 對 這樣 大一點 還有整個機身是金屬機身 所以拿上手的手感重量 這部耳機 還有之前的型號 SX2 因為我沒有記錯 還有之前有部SX300 都是這個樣子 SX300 就不是Android 之前賣的那部SX300 今次 這部跟剛才的A18一樣 都是用了Android 9的系統 內置就是64GB RAM 免卻了剛才的尷尬 尷尬的位置 尷尬的位置就是 16GB你開機都幾乎爆 這個就比較 用起來就方便很多 當然你真的要聽歌 都是加幾個卡 但起碼內置有個空間 給你Apps 或者你必須要裝在機內的情況 Apps 就可以放在這裏 這部機比較 重點就是多了4.4mm 現在玩Sony Walkman 都會玩這個4.5.4 其實整部機來說 這個SX507 整個機身的推動 屏蔽方面 亦都做得好很多 這部機也有 Walkman的卡式鏡頭 是嗎 可以放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看 看這裏 可以轉個 好 他一樣 都是有齊了 Android上面的 一些串流的App 好了 我選一首歌 他也是有一個 一樣的劇情片 當然他沒有一個Walkman機套 給你製作 沒有一個Walkman蓋 套好容易有人出 我覺得 但是昨天大家見完這部機 應該都會有人幫他出套 那你要玩那個Walkman 這個 卡式鏡頭 這個都有 其實整個情況一樣 如果你說兩部機的聲音底 如果你說 可以怎樣比較 剛才我初步聽過一會兒 你可以試一下 有耳機 那 力水 通透感 明顯是 ZS507 好很多 始終這部都是高階 高階 那當然你說 再上和黑磚比 不要說金磚 金磚太貴了 再上和黑磚比 他就沒有黑磚那種 那麼強的通透感 但是 力水 分析力 是比A100 好 A100 我想 是同一個手機聽歌 來比 就會好一點 因為 現在最大問題 很多手機聽歌 他本身 是 沒有這個 3.5mm輸出 那麼很多時候 是透過那條接線 一USB 又是無線 那麼 那條接線 是很影響你手機聽歌 那個 質素的 即是 如果你是一些 Fat Party 即是有一個 DXP解鎖 那些 的 轉線 那些 就不錯的 但如果你是用跟機那些 很多時候 無論iPhone 或者很多Android 手機 跟那條USB Type-C 轉3.5mm 那些聲音 是 爛的 平了 暗了 沒有力 如果你說 不是 其實我用藍牙耳機 多 藍牙耳機 因為整個 推動就是耳機 本身 整個DAC 和那個 推動M的部分 就是耳機 變成 Player的影響 就相對 沒有這麼大 但如果不是 我是用一個 有線耳機的話 A18 就很明顯 比手機好 但是你說A18 和 507 507 我想如果你現在的人 寫得 給錢 追求音質 去買一部DAP 一般 你都是有要求 你才會買DAP 一定有 有上下要求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從 投資 玩 玩的角度 玩機的角度 507 便會玩一些 即是A18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買回來 好 過癮 挖文 我們想吵 這樣 通常吵多個用 其實真的 吵 吵吧 吵可以的 開來聽 普普通通 這樣 可能聽完幾次 可能一分鐘 都是方便一點 拿回手機聽 會不會 可能真的用來收藏 會有什麼 如果你說 真的有心聽歌 我覺得寧願賣 這個 你還沒說價錢 這個 這個 六字頭 有套裝賣 套裝就是 590 正機 590 十二月中 有賣的 他會做一個 跟M7 或M9 就是 8800 如果跟M9 就 123 800 比起 A加B便宜了 如果買套裝 當然 你說 我都不喜歡M7 M9 你就自己配 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耳機 你可以用自己的耳機 但是 力水 我自己 剛才也是用MST推 507 明顯夠力很多 正常的 你可以聽聽 你也有推介 要不就用 A18 A18 買來儲存 他推介 這些 藍牙耳機 就是怎樣 藍牙耳機 都是用藍牙耳機 我想藍牙耳機 你答507 跟A18分別不大 有線就明顯是507 還有你507 可以再升級上去 換一條線 玩回Balancing 不可以這樣說 你有幫人承頭 你也沒理由 主力用藍牙耳機 浪費了 真的 用藍牙 我用回手機 可以 其實我個人之前 就用OnQ OnQ CMS 我想都兩年多 三年 有 兩年 兩年 兩年一定有 這部 其實聲音都不差 我想相比 現在 跟ZX507相比 各有各好 我覺得這一部 響亮一點 高中音會比較高 ZX 就 實正一點 聲音 硬正一點 大問題就是 這部機 都是Android System 當年為什麼買CMS1 不是因為他會當電話用 而是當年 就是想有一部DAP 是可以玩到Streaming 你也沒有拿來講電話 那些 只用來聽歌 我來做Streaming 現在都可以的 因為你插一張4G卡 我直接隨街Stream 可能我給ZX507 或者A18 更加方便 但問題就是 始終你隔了幾年 因為這部機 當初用的 CPU 都不是快 也是 都是Step Dragon 四系 那些 比較 慢 如果你兩年後 今天 其實 這部機的反應 是 真的幾慢 會不會換過一部 反應快些的Android 但我個人來說 我會覺得 有Android System 的機 你玩串流 比較方便 這是對我來說 會很重要的 對很多人 可以考慮得過 那你當時有沒有 用Micro SD卡 有的 也有的 都簡單 如果真的換機 你都會把它打開 但CMS1 當年這部機 內置都 好像是128 其實內置都夠用 再加上卡 就更加足夠了 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過 可能有些比較年輕的讀者 可能他們比較年輕 可能知道CD是什麼 我們講一下這個錄音帶 還有講一下你的Wattman歷史 這個教給你 這個真的我不熟悉 你沒有玩過Wattman的嗎 不是我買 我買的 你剛才 Off mic的時候 你跟我說愛華 那時候我玩是選愛華 我想大家都有少會說愛華 對Sony這個Wattman大戰 就是歷九常新 這個想法 其實Wattman 四十年前 就是Sony出第一部 當時想著一個 真是隨身聽的 個人音響的 一個設計的概念 因為當時在日本 其實很多人通勤 坐車的時候 就發明了一個可以隨身拿出去聽的 一個錄音機 又不會很瓦炸 其實就是 當然你以現在的水準來說 那部機器都一塊磚這麼大的 因為當時有個套 通常都會放在腰帶上 最早期是有一條背帶的 斜背帶的 這麼緊要 真的沒見過 有條肩帶的 有皮套 有條肩帶 很早期的 還有那個耳機就不是一些耳耳 是一個頭掛式 他還沒有大耳耳 但就是頭掛式的耳機 但第一代的Walkman 其實一個特別的地方 其實他當時是有錄音的 就不同 後來出很多Walkman 其實都是玩家 但第一代的Walkman 是有錄音的 其實那段片 也會看到有那個掛耳 其實這段片 大家可以去Sony的網站看到 你會看到一個頭掛式的第一代 其實在整個經歷裏面 一個Walkman的經歷裏面 這四十年 就算載體本身 即是劇奏帶 後來去到CD 後來去到MD MD MD有兩分支 一個是MD 一個是Memory State 即是說Sony 對 兩個分支 接著就已經去到機體 當然是劇奏帶的時代 是最輝煌的 另外也有CD CD也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全尺寸的CD 另外就是CD SINGLE 因為Sony有出過CD SINGLE的DISMAN 即是當年日本出SINGLE 就會知道是長條形 原本CD是正方形盒 是長條形的 接著那支碟就這麼小 可以放一兩支歌 幾支都可以 一至兩 兩三支 同時說六支 大約六支 通常用不盡的 用不盡 因為就算一支CD也好 當年十支歌 很多時一支大碟 用不完容量 用不完 所以CD SINGLE 其實都是幾支歌 或者是一支主歌 加多一支Remix 以前就是這樣玩 劇奏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一支劇奏帶 就有分AB尺寸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即是跟黑膠一樣 有A面正面 譬如我們叫做一支60分鐘的劇奏帶 當然這支是原裝帶 就沒有計算 譬如我們說 買回來的六音帶 60分鐘 其實就是 AB割30分鐘 我播完A 好像這支原裝帶 舉個例子 例如A面有九支歌 接著B面有十支歌 你播完A的九支歌 就要拿出來 反轉去 再播B 即是等於黑膠一樣 對 這樣就作為一個循環 如果你不做這個循環 你就要做Fast Forward 或者Rewind 到帶 去扯回那頂帶 那錄音帶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 錄音帶用得多 其實有機會吃帶 因為這條帶 就在這個位置 大家不知道看到嗎 對 這個就是錄音帶 中間這個位置 有一塊海綿的位置 就是那個池頭 接觸那個錄音帶的位置 很多時候 如果那個錄音帶 我們播得多 有機會 那個池頭 會蝕 或者會刮花的那些 那些 要洗的 對 因為那個池帶 有池粉 尤其是我自己用的 那些金屬帶 那些比較高級的 不是應該好一點嗎 金屬帶 問題是什麼呢 餅帶好一點 餅帶真的很耐用 但是它的金屬池粉 磨蝕性 是比較高的 你會磨蝕池頭的 嗯 那時候我們玩的池頭 那些錄音帶 就是用一個 另外買一個大的 來錄的 不是拿鑊文來錄的 那個 我們用到那些 三池頭 比較貴 即是專業的機器 三池頭的 其實用得多 都會蝕的 還有沒有家 沒有啦 現在 回來講一集 如果現在你有三池頭 不要說什麼 我擺上去擺上去 擺上去 很貴的 你知道日本現在出的 錄音帶 錄音座 是比當年貴的 其實 最有印象 聽帶的時候 最棘手的地方 是什麼呢 你剛才說吃帶 吃帶會怎樣 那些帶就會走出來 原筆 就放著這個洞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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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如果你的帶砸了的話 沒有啦 那你聽到 有的 有的 你聽到 炒粉聲 這個就是最有印象 錄音帶也還好 你當年用錄影帶炒了你 但這件事就撿到一部錄影機裡面 是啊 沒辦法剪斷它 但是你吃了在頭上 糟了 也很難搞 錄影帶也很難搞 錄影帶也很難搞 錄影帶 錄音帶就 有啊 我有剪過的 剪了去用膠紙貼的 是啊 要打斜角45度咳 不過這餅帶我上次在德國的時候買回來 這餅是復刻版 即是新出的 新出的 但是再體就變成用帶 其實我不知道歐洲是否真的 興起 但我不是看到很多機器買的 不多 但是在德國是有一間錄音帶廠是開頭產的 對 所以見到那個Counter 我又喜歡這個歌手 所以我就買了這餅帶 你下次如果有機會去日本 就可以買一架劇奏 坐 對 我們就想找一個劇奏機去聽 對 很奇怪的 譬如德國我們去Saturn 就有帶賣沒有 沒有劇奏阻賣 我都去Saturn找過 就是啊 就是啊 但是打有的 打就有 這個比較奇怪 但是你去日本呢 就有阻賣的 但是沒有帶賣的 可能我找不到 但是日本就是有幾個牌子都出了錄音座 就是要去找鴨寮街 鴨寮街 一定有的 可能是二手的 但是一定找到 二手 都不差的 有些都當年經典的型號 在這裏 看看找一下有沒有 很想聽這名字 是的 那都講到這裏 有一點點再講一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這個 WF-1000XM3這個耳機 因為這個耳機 我都講過很多次了 真無線耳機 是的 講過很多次了 有一個小小好消息 昨晚他出了一個新電影機器 2.02版 這個新電影機器 很偉大的一個功能 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香港沒有用的 支持這個 很偉大的功能 但是香港沒有用 支持這個 Amazon的Alexa 真的沒有用 第二個很有用的 他終於加了在耳機上 控制大小聲功能 是的 從來真無線是 不是應該有的嗎 沒有的 AirPods Pro也沒有 對不對 你也對 叫你開一個 叫你開一個Siri 小聲一格 這樣的大小聲 即是要用語音 更加了 更新之後 可以touch 來做大小聲 是有少許巧妙的 touch一下就大一格 長按 就減一格 反而不是分左右 不是 一下 因為它是可以給你計劃的 譬如我想右邊的手機 按 就是play pause 左邊我就可以設定 做大小聲 其實它有很多功能 可以教的 你也可以設定 我設定Google Assistant 也可以 或者我設定環境聲 或者正音也可以 即是幾多個計劃可以選 看你自己習慣 所以你就需要用剛才所說的耳機 去控制耳機 嗯 有這些心分享 你的評價又高一點 誰啊 這個耳機 評價 我借了WI-1000X Mark II 不是Mark III 回來 借了回來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 一個評價 為什麼呢 其實上次去完Eva 我有講過 不過當時只有我講 沒有實物 我聽完一千系的三兄弟 就是大耳油 掛頸和這個真無線 評價最高 就是掛頸的 WI-1000X Mark II 就是WI-1000X Mark II 借到回來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出了街還沒有 還沒有 什麼時候 快了 但是昨天是試到的 現場也是試的 那有機會和Wokman一起賣嗎 分開的 因為它這次 譬如A-18 今天已經有一頂 WX507 是12月的 下個禮拜 有些耳機也是12月的 分開兩個 每個禮拜出 但昨天 記者會一次過 推了 大部分 還有少少未出 但大部分都出 明白 我想實物到了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功能就差不多 但我想試試 或者其他同事試試 再給大家一些留言 最後 再問一件事 你在上次日本 看到一部 很贏的汪敏祥 香港任務 在香港 很幸運 海港城那間 Sony Store 上次和我們一起去 香港Sony的高層 很貴的抄襲 我看到不停拍 不停拍 很多想法 就拿回來 那一部汪敏祥 真的很多機器 在日本 銀座的汪敏祥 剪完 問日本借過來 原裝的 不是相片 是鎮機 大家有興趣 可以過去看 唯一的分別 日本的汪敏祥 沒有玻璃封住 你可以摸 香港的汪敏祥 有一個玻璃封住 因為它是一個顯示器 如果大家有去開Sony 尖沙咀 海港城的店舖 左手邊 就有一個玻璃窗 就是玻璃窗 它未夠日本齊 但我想也有一半以上 如果大家可以去認識 哪些你玩過 哪些未見過的 可以去看看 年輕人可以去看看 什麼是汪敏的 都真的要找玻璃封住 黃大仙的帳 都摸到時光 摸到時光 摸到時光 因為要按一下 按按鈕 大部分的機器 都是日本過來 當然我聽他們說 不是 有一兩部 就是香港自己 因為連日本也沒有 不厲害 其實你想想 40年 不要說40年那麼久 只是早期 例如 Cassette帶 CD 和MD 這三個年代 其實應該是無數的 那麽多的 你數不出那麽多的 後面走機 看那些 不要說 有很多 那麽多的機器 都有很大的 不同的特色 譬如Sony 會有一些 防水機 我想大家有 黃色的防水機 剛才片段也有 另外有一些 叫做 My First Sony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Sony以往是一條 Line叫做 My First Sony 專門給小朋友玩 都是八九十年代 八十幾 八十鐘 由 給年輕人玩的 葦葦葦那些 錄音機 有支咪 加個手錶 Dowokman Dow CD 他做到出來 是好玩具 但那一批機 很過癮 好像有的 接著 Wokman還有很多變種 譬如 有些是 雕契 前後 兩部 扣帶 扣帶機 那時候很想買 你所說的 再有一些 比較極端一點 譬如我們當年神級的 武道館 是 武道館 是日本版 跟著超勁大牛龜 炸到你瘋 那些低音 這些都是很經典的機 然後 後來就出了一些 大家可以和愛華鬥薄的年代 後來就鬥小鬥薄了 幾乎跟一個套餅盒 這麼大的尺寸 就完成了 如果你看回 Wokman的發展 其實你會看到 他當年 日本 不同品牌的產品 競爭 是相當激烈的 你出這樣 我就出一部這樣 而且技術很厲害 尤其是 在操控上 例如早期的Wokman 是機械槓桿式的 池頭 即是控制 後來就去到 電子式 或者是 輕接 接觸式 接觸式 接著就去到 鏡頭控制 這些東西 其實在那幾年 是不停湧出來 我們追 就 嘩 嘩 嘩 這樣 最快 當時也是買一部 輕身的 不是 我當年就是買了 買一部最頂級的 接著就不管了 奪了心水 為什麼呢 你頂級的機器 就齊了所有東西 譬如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玩的那些機器 是有杜比斯的 我不知道 現在說可能很多人很陌生 什麼叫杜比斯 其實以前錄音帶 聽歌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噪音的 那些噪音是有很多時事聲的 不停時事聲的 即是你玩黑膠 就有炒一些塵 炒豆聲 但玩劇奏帶 就有時事聲的 那你解決那些時事聲的噪音 就是要開一個叫做 道比系統 道比最初就是做這個 不是做 你記得嗎 我不知道 最普通的就是 道比B 就有道比B 但是道比B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開了道比B的時候 它是連歌的高音都關上的 那些聲音很聞 有些人說 索色不開 炒事就事 後來專業一些的 就去到道比C 其實以Walkman 或者以手提機來說 出道比C已經很盡 後來其實 如果你在劇奏左 就還有一些高級的 道比 即是降噪系統 但是去到 Walkman 或者手提機 為什麼不只是 Sony 又出的 我記得當年 最先玩道比C 在手提機 不是Sony 是愛華的 其實當年 愛華和Sony 這兩個 是鬥得很厲害的 所以那時候 一夜就攻頂 但是想想 那時候是中學生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的錢沒有來 那時候 當然是 省下午餐錢 那時候 那時候 一千多元一部 照衝 也不是 幾個月的 是瘋的 一千多元一部 一部 再加上 買一隻 耳機 不過幸好那時候 耳機就沒有現在那麼瘋 那時候你肯付錢 可能買一隻 二百二 四百四 都是三百多 四百元 沒有現在的電話 沒有你那麼瘋 我沒有你那麼厲害 我通常都是 我選一千元以下 最重要是有 幾百元而已 那時候的電話 沒有現在的那麼貴 我最重要是有收音機 有收音機 收音機 還要有 是扭台數碼轉台 對 怎樣都好 朱元智 最後數碼轉台 最重要是聽一聽 一進隧道就 聽不到 所以為什麼要用數碼 就是一按鍵 就可以跳到台 當年玩 Walkman是很好玩 去到MD 已經沒有那麼多 我自己覺得 MD機 首先 你出MD機 其實MD機的牌子已經少了很多 第二件事 其實MD機主導的技術 全都在Sony 那真是好的 MD機 都是只有一個牌子可以選擇 其他牌子的MD機 始終是Player為主 但是Sony 就有6 去到MD機 就沒有劇情帶 那麼精彩 我自己覺得 CD機 就更加簡單 基本上不同牌子的CD機 都是放了一支電話去播放 有個別的型號 例如一些一輯的DAC 那些 是比較經典的 但是大部分的CD機 都是普普通通的 聽到算 聽到算 還有當時用CDWalkman 有個最大問題 就是防震 多少秒防震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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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防震 就不是真的防震 是有個記憶不乏 是在RAM放給你聽 所以去到5秒 當年RAM很貴 去到5秒已經很厲害 還有CD機 當然是大 沒有那麼方便 是啊 所以 我想最好玩的年代 都是在講 Cassette帶 其實去到後期 有手機 就更加不用 當MPV出現之後 大家聽Viro的時候 就已經 不太關心你用什麼機 是啊 好啊 今天分享到這裡 好多謝鄭女士上來 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癡心的Walkman的趣事 花了很多錢 好 這集差不多了 其實這兩部機 我們接下來的一期 都會有review 都會再詳細說一些 可以讓Lawrence再試清楚一些聲音 再可以講清楚一些 讓大家看 那 是不是完了 還沒有 專家記得大家 留意我們Facebook 以及我們PCM的雜誌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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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